一文姊妹,感謝主 當你打開聖經 你就可以進入上帝的話語裡面 這是多麼的美好的事情 唯喜愛耶和法的律法 奏業思想 自人便唯有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暗收接果子 葉子也不甘 感謝主,跟你自己說 你就是一個有福之人 Amen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讀這一個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我們今天要讀二十四節到三十節 我們先來讀 門徒竟然這輪 他們中間有一個可順的回答 耶穌說,拜他人有君王為主至於他們 那祂從大廠端上的聖經人士 但祢們如何這樣 以祢們一頭回大的 為主得,打業而向別友的 為首得,打業而向鼓勢人的 為誰對大呢,是坐席的呢 是乓士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嗎 然而,我在你們中間 如同服勢人的 我在磨唸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們 我將國賜給你們 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 叫你們在我國裡 坐在我的喜喪之何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圣列十二子子盼 哇丁姐妹 我也许那一天 这一个月节的宴席 对当时的人来讲 实在是太平凡的一件事 可是你知道 那一天却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 就是耶稣跟他们立了一个新约 而且从这一个约开始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教会的时代 而这十二个门徒 当然后来犹大出去了 后来马提亚就代替了犹大的位分 那你知道那一天 他们变成什么 这一群软弱的门徒 他们忽然间 每一个人 他们都可以成为真正的 开始领受使徒的子分 虽然前面也曾经称过他们是使徒 因为他们两个两个出去 奉差出去传徒 但是使徒后来变成一个专有的名词 专有的名词 不是只是说 你受参罪就是使徒 那个是主耶稣特派的人 才叫做使徒 那他们就已经变成 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 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 弟兄前面我讲这些 我只是要告诉你 每一次你在波饼聚会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心里如意 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月 我们都这样做 那这有什么特别呢 不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只是跟耶稣基督 建立了一个 他救赎我 他救赎我 弟兄姐妹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跟耶稣一同作息 那意思是说 我们跟耶稣 未来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再坐在耶稣的宝座上 跟耶稣一起来 场馆这个宇宙 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 我不想得 每一次我想到这里 我真的每一次 当我在拿那个饼 我在喝那个杯的时候 我手都站起 我手都会发抖 我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 今天我们做这样的很简单的事 你如果把它当作平常 那它就是平常 但是如果你真知道 那个真理的奥秘 你就会知道 我们蒙的何等大的恩典 我是谁 弟兄姐妹 即便我们就是一个最平凡 最平凡或者是最卑微的一个人 但是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会成为何等一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弟兄姐妹记得 悦解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耶稣要带我们出去 神在旧位里面是 耶稣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恶 释放他们可以得到自由 就是让他们脱离奴隶的性格 第三个就是要救赎我们 从罪恶里救赎我们出来 从背逆神的里面救赎我们出来 第四个 他要接纳保护我们 这样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 耶稣那一天跟门徒在一起 他们也是照平常这样做 可是那一天很不一样 等到他第三次 第三个就是第三次分这个传杯的时候 耶稣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耶稣拿起杯来 那这次已经是犯后 犯后在传这个杯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我这个杯里面的葡萄酒 是代表什么 我所流出来的血 我是为你们的罪流出来的 你们要无死心 为的是尽 哇 听众姐妹 我讲门徒大概傻眼了 耶稣讲的话 跟以前平常讲的不太一样 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不过那一天 整个气氛 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那当年耶稣再过几个钟头 他就要被被被被被捕 然后他就要被抓去 定在十字架上 哇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耶稣说你们拿着喝 拿着喝 哇 弟兄姐妹 这是那一天 这个救赎的杯 本来只是纪念 耶和华的应许说 他要救赎 其实真正的救赎 在什么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真的告诉他们说 现在你们喝这个杯 吃这个杯 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现在要告诉你 这里面的葡萄酒 就是代表的 就是我的血 所以耶稣说 这是我的血 为你们流出来的 哇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一天真正的把月节 推到哪里 推到他真正的意义 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 那涂在门楣框上的血 不是羔羊的血 是耶稣的血 所以命名的天使 才会越过去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的夸腰 十字架 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血 弟兄姐妹 当你拿着这个杯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 这里面所装的这个葡萄酒 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血 耶稣说 你们拿着喝 门徒就静静的坐在那边 门徒一定在想 这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感谢主 等到最后 他喝的那一个杯 就是说 我接纳你们 哦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他说 你们要这样子做 我要做你们的神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婚姻的一个用词接纳 上帝要接纳我们 耶稣跟门徒 喝最后最后的一次的传杯 就是接纳 弟兄姐妹 你知道 这个救赎的杯 就是这个 最后这个接纳的杯 耶稣没有喝 因为这个是保护的杯 耶稣 没有让上帝保护他 他自己 暴露在仇敌的面前 接受仇敌所有一起的攻击 最后他真的死在十字架上 他被鞭打 被鞭打 这个仇敌在那边 笑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耶稣没有接受上帝 给他任何的保护 他就这样子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一位被杀的告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不过主耶稣应许我们 还有一个杯 就是那勇士的杯 他说 在他德国的那天 他要跟我们喝心的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今天我们在地上 来拨饼纪念他 在勇士的里面 他来跟我们喝心的 弟兄姐妹 那一天 你一定要在 阿们 这个第一周 再来的礼拜天 就是我们要拨饼纪念主的日子 阿们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 这一天 今天是我们纪念他 到了那个勇士的里面 他应许 我们所有在地上纪念他 来跟他立这个新约的 每一个圣徒 弟兄姐妹 在耶稣降临的那一天 我们都在其中 有权 有分 有纪念 弟兄姐妹 请你不要缺席 那一天 请你不要学习 也许下个礼拜 你也许可能会缺席 但是请你不要在 最后那一个 耶稣德国降临的那一天 你缺席 弟兄姐妹 那一个 今天的缺席 可能不是 还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那一天缺席 你就是永远的 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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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觉 求主恩戴我们 弟兄姐妹 我最后 我再花一点时间 你知道 这一个杯 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杯 就是 那个杯是代表 一个约 他说 这个杯是我用 学所立的新约 所以那个杯很重要 为什么要传在你的手中 那今天我们 把它分成很多的小杯 很多的小杯 那弟兄姐妹 其实 这是不合圣经的 不是 上帝不是跟我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立一个新约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新约的里面 都在新约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是 同一个杯 同一个杯 而不是 而不是 你一个杯 我一个 每一个人都一个杯 那但是今天呢 因为我们有 卫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啊 所以 我们 我同意 我同意 我们分成小杯 但是弟兄姐妹 应该是从一个杯里面分出来 而不是 一来就是 每一个人都不同的 你拿你的 我拿我的 好像你 你跟耶稣有立约 我 他跟耶稣有立约 我们 但是你跟我中间没有关系 不是 弟兄姐妹 因为圣经里面讲说 同领一个杯 那还有 那个饼也是一样 同领一个饼 同领一个饼 我是希望 从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第一堂聚会 每一堂 我们就说 我们用一块饼 一块饼 第二堂人比较多 希望做一个比较大的饼 做一个饼 尽可能 照着原来的意义 那做不到 当然 有一个人 有一次 有一个跟我讲说 他们 他们这个 聚会所 他们有一次 他们有时候 他们会开 全省的大会 所以 他们就借那个 体育馆 体育馆 你知道他们 怎么样剥饼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 做一块很大的饼 两个人抬进来的 我觉得也不必要 这样子 那真的人太多的时候 那也许 我们可以变通 不过 每一个人 一定要认知 一件事 我们虽多 保罗说 人是一个饼 因为这个饼 是代表 基督的身体 是不是 你的饼 跟我的饼 不一样 是不是 你在另外一个饼 我在另外一个饼 我在另外一个身体 在另外一个身体 不是 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 那弟兄姐妹 我承认 也许我这样 死骨不花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 如果可能 我们尽量照 原来的意义 来实行 那当然 真的 没有办法 也没有关系 我们用的饼 一定是要无效饼 是不是 你知道 我读过一本书 就是 我成了越战的战俘 他讲 这个 美国弟兄 在越战被俘虏 最后 他本来是一种放荡的人 可是在那边 他就悔改 后来 他就传回 给他们 一起被俘 被俘虏的 这些战友 就一起 他们后来 他们要剥兵 他们用什么 他们找不到葡萄汁 他们用什么 用橘子汁 他们去 去炸那个橘子 然后炸汁 橘子汁 然后 没有 就用馒头 没有 用馒头 剥兵 那OK 那也没有关系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可能 我们就照着 那个 照着原来的意义 来实行 好吗 所以我们姐妹 感谢主 那我讲最后 耶稣说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什么 纪念我 弟兄姐妹 如此行 那不只是说 我们剥饼纪念主 也要照着 主所做的去做 才叫做 如此行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主怎么样做 主那一天 为他的门徒 西交 有没有 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 新的命令 你们要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 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 如此行的意思 哇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次 剥饼的时候 我们就要纪念主 我们怎么纪念主 不是只有 行李如意 我们要思想 我们怎样 照着主所做的去做 人为朋友 神明 人的爱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是不是 这是耶稣说 吩咐我们 他说 我赐给你们 一个新命令 就是叫你们 要彼此相爱 我怎么要爱你们 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相信教会 应该是 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 那弟兄姐妹 真的 我们在一起 不简单了 因为我们密集 在一起 侍奉 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想法 真是很多的不一样 但是在一起 这样紧密的侍奉 就会造成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摩擦 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们能够 越来越壮大 就这么一件事 我们做得不好 但是我们真的愿意 实行耶稣所做的 耶稣叫我们 彼此相爱 就是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包容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成全 上帝祝福你 感谢主 但愿这两天的信息 能够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 真正合一的团体 因为我们都是 蒙恩典 在耶稣基督 有份于 这一个病 和这一个背的里面 主祝福你 感谢 谢谢观看